我国航空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现如今 我国不仅拥有亚洲第一的第五代歼20应声战机 能让歼20飞得更远的加油机也备受关注 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晕20加油机 因庞大的体型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胖妞 最近关于胖妞心脏的研制进程 传来一个重大细讯 所谓胖妞的心脏 指的是为运输机提供动力的发动机 而我国发动机上一直以来存在短板 发动机无法满足新型战机 以及各类型飞机动力要求的例子比比皆是 所以当看到发动机有了突破的消息 无影让人倍感振奋 这代表着我国的飞机性能将迎来巨大提升 运20总设计师唐昌宏在2017年接受采访时称 我们将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看到装配国产发动机的运20 如今已是2019年 5月5号晚 央视网在报道中 揭示了装配国产大寒道笔 沃扇发动机的运20现状 目前类似于民航客机的推力管理技术 被写进了相关规范中 这款为运20量身打造的 沃扇20大寒道笔 沃扇国产发动机 有分析称是以太行发动机为基础 自行研制而成 除此之外 沃扇20还可以被用在大型客机 运输机 轰炸机 以及远程反潜巡逻机等上面 提供主要动力 这款大寒道笔沃扇发动机 曾在珠海航展中陷过深 秦优衣的性能被一度认为 是为国产大飞机量身定制 低燃油箱耗 低排放 低噪音 低维修成分 使用寿命长 注定成为胖妞的绝佳搭档 据报道称 这种大寒道笔沃扇发动机 已经进入试飞阶段 将在未来几年内投入使用 我国也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独立研制大寒道笔沃扇发动机的国家 随着运20大型运输机已经进入批量生产阶段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我们就能看到装配了国产发动机 获得焕然新生的胖妞了 话说回来 胖妞也一度成为欧洲的空军司令官们嫉妒的对象 毕竟其运载量比欧洲的相应机型多出了一倍之多 如何不令它们眼红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